我叫唐鹏 原先是一名战斗机工程师 后面利用3D打印技术 为一个中风的患者制定一个康复符具 我也了解到中国目前的治疗师非常的少 再加上中国目前的中风的患者有1400多万 并且每年有200万的新增 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智能化的康复产品 为他们提供一个全周期全方位的有效的康复训练 从2018年开始呢 我们是从机械式的康复手套着手 结合了很多康复资料师和患者的意见 然后解决了机械式版本的一个传动问题 那在经过我们多方面的一个民传印证以后 做了一个多功能康复机器人的一个开发 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的手 还有手腕 还有脚踝 得到一个康复训练 比如说像我们的手套 可以做一个整体的抓握训练 也可以让它每个手指进行一个分子的训练 我们的剑侧手可以控制我们的患侧手 那这样呢 可以有利于我们大脑的细胞的一个恢复 经过我们自由渠道和分枪上的推广呢 我们的产品已经在北京 上海 湖南 等多家三家医院 投入使用 我们的产品呢 不仅仅是医用 也可以家用 患者可以在家呢 进行一个全方位 全周期的康复训练 我们的产品呢 已经为国内外千万的运动战略患者 解决了康复训练难题